新日持一年 新日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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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王子 託夢冥婚 你竟然不知道 你才知道 你已經沒有了 你別動了 皇后,皇后患打扰 皇后患打扰 皇后患打扰 你打扰的 皇后患打扰 是nghora 好兄弟 你又敢說來控制我 怎麼可能啊 請你先煮白了 你才叫我女兒的名字 你都害我是怕死的 她是不可能答應給她冥婚的啦 如果不是 我就去你家控制啦 很早啦 我就跟你在意為止啦 沒關係啦 怪事連連經益求婚 對一看來 什麼都不可能 欸欸欸 你好 就是我做啊 你為什麼要愛心 你才叫我女兒 那天回家過後就 不知道覺得很冷喔 而且像夏天不可能會 就是比開冷氣還冷啊 就感覺好像有那種 我感覺奇怪怎麼又有 感覺又有聲音 而且有那個 從那個房間嘛 看客廳 客廳那邊又有光在那邊一直閃 我又回去看 又在那邊 不過那聲音就越來越近 一直在我耳邊那裡喊 因為我 我死得好傷 拒絕門觀眾人苦苦相逼 你問她啊 你問她啊 要問她看 妳看好嗎 你看好嗎 妳問她看好嗎 看有代言嗎 我可以幫妳女兒做法 是我甚至可以支付妳的開銷 我告訴我姐妳帶我女兒 帶我女兒 知道嗎 問題她是死的啊 叫她來問啊 叫她整個來問啊 叫她整個來問啊 王小姐 請妳成全我跟我老婆結婚 拜託 拜託妳 不要再打擾我好不好 王這大筆 怎麼交情婦來欲賺四人啊 哎唷 妳那張太不遵仇了 妳這招叫 招叫 招叫 招呼 招呼哪裡啊 不敢的 不要大人啦 不要大人 你不大人啦 我還不大人啦 我還不大人啦 不大人啦 你不大人啦 走進走 分手擂台 是如宗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如宗 好 第二位介紹是我們漂亮 來自日本的Yumi小姐 哈囉 房哥好 大家好 我是Yumi 好 第三位介紹是我們的帥哥 秦瑋先生 大家好 朋友大家好 好 馬上來介紹 我們今天的委託人 這一位叫做廖渝沛 一起來歡迎 來 好 廖小姐 妳好 來 請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廖渝沛 今年27歲 是 好 今天要控訴的是 一個貌死鬼的媽媽 什麼意思呢 我跟我老公 是 已經戀愛長跑六年了 六年了 對啊 訂婚也一年了 是 九月份就要結婚了 今天的九月要結婚 對啊 那怎麼知道 在我們兩個月前 去送喜帖 是 在哪裡 在通宵的路上啊 是 那那個天色也暗了啊 那那個在道路上 他女兒是逆向行使 我們要超車 他又逆向行使來 煞車不急 當然就撞上了啊 結果他 只有這位女生就 那他女兒在送醫途中 就不治了啊 就身亡了啊 是 那我們該付的醫藥費 傷賬費用 我們都有付啊 道義上的責任 我也都付了 他還四次大開口說要五百萬耶 我們也都答應他了啊 妳最不能接受 其實今天來控訴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要求了什麼 他要求我老公離開我 跟他女兒舉行冥婚 冥婚 對啊 是什麼時代的 還要冥婚啊 好 不管是什麼時代 最不能接受的是 妳還要跟妳老公離婚就對了 對啊 是 所以今天來控訴這一位女生的媽媽 就對了 對 好 媽媽叫做 徐淑玲 好 徐淑玲一起來歡迎淑玲 來 姐姐啊 媽媽今天帶妳來 做一個工作 妳走路上了喔 姐姐 妳還會記得 跟媽媽走三天 媽媽帶妳帶一個紅 妳這女兒 這麼老娘 妳帶了 阿公 阿公再來控訴什麼 什麼東西的 什麼 妳帶妳來控訴 請妳看 妳帶了什麼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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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來這裡說 妳看妳說 妳看妳說妳走路上了是嗎 我女兒在那邊走路 來這裡說話 妳說啊 來這裡就是要說清楚 妳媽那些東西要衝衝 我帶了什麼東西的 媽媽妳頭 妳頭一頭一頭 妳是在說什麼 妳說 我女兒女兒來討一個公道 所以女兒女兒叫做王岐 王岐文 是 頭上這位小姐在說的 她在說 妳女兒女兒逆向操作 逆向行駛時 弄一個 算說過心就對了 那是 她操作 是 把我女兒弄死了 好 我想妳說 我出門 出門 出門 出門的大人 出門的那幾年 女兒的女兒弄死了 是 所以妳現在跟妳女兒女兒說 妳要來討一個公道就對了 對 來我們來 妳先到底要控訴的是什麼 來請說一下 這件事情我們是有錯 是 我們也認了 就是因為妳 可是 小嫂還是我女兒 妳還敢說來控訴我 妳女兒女兒就這樣 我今天主持人家都沒有人 我看她刺激 不容易她刺激 就看她的 她逆向行駛 男生逆向行駛 我哪有跟她弄到她 妳說 沒想到妳農事 我會希望 我會希望 我會 我會讓她發生 我們動車也動歸不 我們就過一次 我本來已經在那邊走 我才怕也沒有 妳告訴我 妳怎麼會生我 我也在那邊 你怎麼會這樣 你幹嘛 妳先去跟妳離婚就對了 女婦跟她現在又嫁心 我先請她給她嫁心 所以妳當然很辛苦 我知道了 來 妳有什麼話要對的呢 這位媽媽說來 我們當初 醫藥費也是我們付的 是 上障費用我們也付了 是 她還獅子大開口要五百萬 不然說要給我們 就要上法院 走到法院的時候 然後誰對誰錯還不知道 如果我跟妳農事 我不會有辦法 妳知道嗎 她立下行死了 我會送我爸爸 如果我會嫁嫁 好 五百萬給了什麼 我們也答應了啊 答應了 答應了 給了嗎 給了兩百萬啊 還有三百 好 所以說 女婦不是錢的問題對不對 對 不是錢的問題 她這樣說 她也不對 但是妳也不對 但是她也應該不會送妳 妳怎麼還有這麼多要求 為什麼呢 她都一直去找我們治國 都會麻煩啊 找什麼麻煩 都一直去要求她 她知道她比較冷靜 沒辦法反覆她 都要求她跟她 二十五百萬分 說不要吵 不要吵我 妳知道都沒聽過嗎 沒聽說 你給我治國她很好 她身體也很好 就是說 走我孩子 不能跟自己去家的人 做那個感動 但是說 死了之後 就是變成國婦那樣貴 我做孩子給我討論 跟我說的 說她要叫洪志國 這治國就是妳的男朋友 妳的結婚就對上這個 也是她開車去撞到 這個女兒就對了 好 是不是 是 還有什麼 妳覺得 只要這一邊 這部分妳需要去把它釐清的 有沒有 她迷信啊 根本沒有那回事好不好 什麼什麼 什麼迷信 我男生在睡覺的時候 我女兒都一直給我照顧 說她已經跟她講 我看妳是精神有問題 身經摔力吧 妳老叔要去看醫生 我可以背你去 我可以背你去 我女兒 我女兒 我帶妳去看醫生 我女兒說她一定要給我寄婦 我小的緊張 我小的緊張 她都受不了 我可以 我女兒 我小的緊張 她也好嗎 我也在做不認心 看你 我不是說 衝心緣 自己叫我 你知道嗎 我沒有告訴你 答應她說 讓自我去帶妳的女兒 沒關係 妳女兒女兒 跟我女兒 帶她四個女兒 跟她們煮飯給她吃 她出飯 碰一下 新煮飯要出飯 她還沒看過 我跟妳說過了 我女兒在那裡已經感到很痛苦 做老母的 為什麼都不會心疼 人家在做老母 你不會心疼 為了我的女兒 我跟妳說 都是妳害的 不是我的女兒 我問過了 一定要找一個女兒 那是 那是判孽子 那道書都是你判孽子 那道書都是你判孽子 妳不要相信 那有的無的好不好 那都是騙人的 我跟妳說 既然這人 就是妳抓出來 妳老公 就要付出這個禮物 帶我的女兒 妳是誰 我跟我女兒 結婚 我跟妳說 不管妳甘蔽 妳老婆 怎麼可以說 那有的無的好不好 好 所以妳不相信 那治國呢 治國相不相信 治國願意嗎 也不願意嘛對不對 不願意啊 她當然不願意 妳覺得 飛鋒是賣心的關係 對啊 而且她是獨子耶 怎麼可能 她去一個新煮白仔 妳拿到我女兒的名字 妳都害我一個驕債 所以害這個驕債的時候 一定要叫治國跟妳的女兒 跟她結婚就對了 對 要民婚這樣 叫出來說清楚 再不比完婚就對了 說對 喔 這個無婚 妳不要拿她想啊 有可能炒一個新煮白仔 他們家的行為 為什麼要拿她團 因為妳就是要跟治國 改成婚就對了 剩下嫁就對了 還有剩下嫁就對了 妳一小人就有黑幼了 妳很高祖書的 沒關係啦 治國也會這樣 妳不要祖書好嗎 妳女兒有這樣拿他身體好心嗎 妳有這樣煮燈 煮一抖修了給她吃嗎 妳敢讓我們治國後世人這樣 我龍自ран 妳要再說這些話 妳太母說妳 妳太母說妳 妳是司師喔 妳是司師 我又是司師 妳跟她說哪裡 好嗎 是不是 妳是三五碗 我們叫妳給她念想 妳有三五碗 我是太母之國 妳跟我有帶我們司阜 妳是我是我啦 妳跟你說 我不要再打 你女兒還在你手頭 對啊… 要把她摔 對… 好好說 我還說你想我客氣 比較客氣一點 我還不怕啦 現在什麼時代啊 我要來的時候 就把火車過來 所以例如說你女兒 來到現場就對了 在這裡 新主牌在這裡 自我愛我耶 他也…我也愛他耶 老公是不是也很害怕是不是 但是也會害怕啦 對啦 有可能 其實目前的關鍵點是怕嘛 你做報應啦 我跟你說啦 好 不是沒有啦 姐姐 給我家… 給我老公家這樣 押名字啦 這樣 都要出名頭買 大家都這樣自己去點點 要怎樣… 要怎樣… 替他晚上也不出門啦 這檔位會怕 所以你慢慢… 一想說媽媽這邊 人口的要求慢慢都會越來越多 就對了 他丟雞蛋 台灣材 他丟名字 那時候只能競爭而已 這樣啦 現在要沒有啦 這樣要是又要怎麼做人 他怕的都不怕出門耶 晚上不怕出門 現在請問 要怎樣 一些生活都給你打破了了 我們兩個人也會這樣 一個彎一個彎 婚姻也沒辦法出銷啊 好 我們四段也是起到 妳的爸爸媽媽也心想起就對了 對啊 媽媽已經拿五百萬 那妳又要錢 又要結婚 妳到底要什麼 妳已經拿了兩百萬 妳還是把錢要不要錢還給人家 才能結婚啊 我以前的孩子 我說過了 以前的孩子喔 我跟她說幾個女兒 結婚啦 跟她的鳳姿 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我就去妳家 我去妳家 帶她為錢啦 不要緊啦 我明天才三百萬 就讓妳家這個事情 妳就 先煮麥也沒有回來 別撈在那裡 妳的事情啦 好 我女兒一定要找妳的啦 不認錯嗎 現在都不可能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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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回家過後 就 就是要覺得很冷 而且現在夏天 不可能會就是 比開冷氣還冷啊 就感覺好像 有那種高風景 我感覺奇怪怎麼又有 感覺有聲音 而且有那個 從那個房地碼看客廳 客廳那邊又有 又有光在那邊一直閃 我回去看 又在那邊 又打開了 又打開了 不過那聲音就越來越近了 但我 我一定很 我 我死得好 我死得好 我本來沒有這個女兒 結婚啦 跟她的那種風刺 不可能啦 男大人我就去妳家 公司啦 浸透啦 我只要妳們帶她為止啦 沒關係啦 我明天才三百萬就讓妳 當這個事情 妳就像主婦一樣 沒有回來 不要在那邊看 妳要看妳的事情 我女兒一定會照妳的啦 現在兩人都說過了 我跟妳說過了 我跟女兒叫我 我跟妳說 真正的兩百萬 我三百萬看不得了 整天都被關在家裡 不敢出門 他跟黑四人就要這樣 都被關在家裡 不敢出門 都這樣過黑四人 如果妳還要有良心 妳還要叫我的女兒 我跟妳說 妳還要說年 真的妳還要換 妳還要說 我跟妳說過 我跟妳說過黑四人 我跟妳說過 妳就給我一個廣東 妳看我老公現在都被 種鞋了 都沒人在畫 什麼四人都 開始反駁我 本來都是很愛我的 所以妳說治國最有變的 就對了 就好像種鞋了 好像撞鬼一樣 我告訴妳 我就是沒有 你治國帶我的女兒 不可能 明天再三八萬就對了 不要叫人家撿看看 你回去 你跑跑回來 明天再三八萬就要給她 對啊 不可能答應就對了 不可能答應 妳說不來 我早家就是要叫洪志國 洪志國也不會答應 妳如果不答應 撿看看 對啊 恐嚇人 說要貴啊 怎麼老啊 等一下 我不是妳不怕 我不是妳不怕 我們站在那裡 稍微鬆鬆 知道怎麼 所以妳並沒有夢到 類似可能她女兒 來找妳的任何事情 妳都不相信 也沒有碰到就對了 沒有 我告訴妳 人家在做 天在看 妳知道嗎 我告訴妳 有百萬太少了嗎 我要多少妳說 妳想說我來找我 這樣妳會很煩惱 妳看她走走走走走走 妳想要走走走走走走走 妳想要走走走走走走走 妳想要走走走走走走 妳跟我說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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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什麼意思啊 我跟我說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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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拿出去 不可能啦 不可能 試看看 不可能試看看 接下來 這面兩面都沒有要大胸 兩面都不答應了 威佩不可能吧對不對 不可能讓妳的男朋友 跟她娶她女兒 不可能啊 不可能 對 不可能 我們一定要嫁給他就對了 沒錯 沒錯 一定要嫁給他 像我女兒子一定會 如果是以我來看 我會說 那喔 我看不夠重 你還在辦喔 你說這個治國你看他不夠重 看他不夠重 怎麼說 那個辦頭我們都沒有 還有一個這樣 隨便嫁一個 所以說你真是說 要真是要輪辦 他是不夠假 對 但是我們女兒 算我們忙中跟我們討論 我們這樣做 好 所以你不可能 治國絕對不會答應對不對 對啊 但是我們一定要嫁給他 對 這是女兒子的意思 算我來解決 沒有別人 就是這一位叫做 洪治國 洪治國 一起來歡迎洪治國 來 治國你跟他講清楚 跟他講清楚 我們不可能答應他迷婚的 就是不可能 什麼都不可能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什麼都不可能 你跟他看看 什麼都不可能 這是我的錯啊 你要是愛有愛心 你要跟他叫我的女兒 那天女兒 你女兒逆向行駛 搞清楚 什麼逆向行駛 你怎麼不可以 我女兒子 你不逆向行駛 我也不會撞到他 是 你跟你招 你再速度太快 我們要去送喜田 你招到我女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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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趕時間 我沒有招到我女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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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開車 你速度還要快 就有女兒子 那我也想要死的是我啊 像我左右為難了啊 我不管啦 我簡直過生不如死生活啊 我不管啦 你就是要帶我女兒子 我女兒子一定的啦 不可能啦 好 要帶他們女兒子 來黃志國 經過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有可能會答應嗎 有可能會答應嗎 不可能 不可能 好 我跟你說 你對我女兒子說 我對我女兒子說 我女兒子就在你身體 在你身體 你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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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不可能 不用怕 你幹嘛 我們不是說好了嗎 其實那天我就是拒絕她了 你有聽到嗎 可是拒絕她過後 我回去就發生了 好 好 那等一下 來 我們來聽聽 你過來 志國來 我們知道 你當然你剛剛解釋的部分裡面 他對方也是因為逆向 所以你撞到 那你不是故意的 你在這段時間有夢到 那個齊文嗎 有沒有 沒有 還是有沒有看到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那天我拒絕她女兒過後 是 回到家 回到家 每天都發生怪事 你說什麼拒絕 什麼叫拒絕過後 就是說她要 她要逼我娶她女兒 是 所以你 根本不可能嘛 對 因為回到家以後怎麼樣 那天回家過後就 不知道覺得很冷 而且現在夏天不可能會 就是比開冷氣還冷 是 對啊 然後我想說 沒什麼嘛 然後我就上床睡覺了 睡覺 睡… 就感覺好像有那種高更新的聲音 走路的聲音 走路的聲音 就是走路的聲音 我想說我一個人住啊 可是也沒有看到什麼人影像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啊 就是那聲音而已 所以你心裡更害怕 咳… 所以你更害怕就對了 我哪受得了 所以你相信她女兒現在在這裡嗎 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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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怎麼講 你不要這麼沒用好不好 什麼相信 電視就明明就是我已經關掉了 那天我看完電視我已經關掉了 準備要睡著了 是 可是電視莫名其妙打開 喔 怎麼打開呢 就是那種沒有訊號的你知道嗎 是 自己開機 就會自己開機啊 唉唷 就這樣 那種聲音 對 我想說可能是我忘記關電視了 我就把它關掉 所以 我又回去睡覺了 是 對啊 然後我回去睡覺 我感覺奇怪怎麼又有 感覺又有聲音 而且那個從那個房間嘛 看客廳 客廳那邊又有光在那邊一直閃 我又回去看 又那邊 又打開了 又打開了 可是心裡開始毛了 所以你又聽到腳步聲 高跟鞋腳步聲 又看到電視自然會打開 對 又聽到有一些莫名的光 對 所以你更確認 齊文可能就在身邊 對 你覺得他要幹嘛 感覺好像旁邊有人 對 你覺得他要幹嘛呢 我也不知道他要幹嘛 他跟媽媽託夢 希望你能夠嫁給你 你 你如果不答應他不是 你怎麼來解脫這一部分呢 對 他那個傳達什麼話給你 或是接近你的身體有沒有 是 後來我又回去睡覺 我就想說 想說 逃避一切 逃避現實嘛 還睡得著 我回睡覺了 怎麼樣 就隔天早上 我上班的時候 之後 就感覺好像有人拉我摩托車 蛤 是不是拉住嗎 不是 拉住不讓我騎 摩托車動不了 發不動 就是有發動 但是車動不了 我的重心已經不穩了 已經在搖晃了 對 已經在晃了 那是你的精神壓力吧 你自己的錯覺吧 對 後面是太累了 你跟我說精神壓力 為什麼太累了 可是聽起來 對 就是你造成的 你給他的壓力 那是外國人的 什麼台關材 丟雞蛋 撒名字 什麼都來 你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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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他看 看好嗎 你問他看好嗎 看好答應嗎 我可以幫你女兒做法 是我甚至可以支付你的開銷 我說我請你帶我女兒 帶我女兒 知道嗎 問題他是死的啊 叫他整個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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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姐 請你誠誠我跟我老婆結婚 拜託 拜託你 不要再打擾我好不好 王這半杯 還要加成婚來後半四人 唉唷 你這樣太不深醜了 你這女兒 女兒 過分 過分啊你 不可以 不要打贏 不要打贏 你不要打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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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手雷台 你怕你的精神壓力吧 你自己的錯覺吧 對 會不會是太累了 女朋友說精神壓力 為什麼太累了 可是聽起來 對 就是你造成的 你給他的壓力 什麼台關材 丟雞蛋 撒名字 什麼都來 撒狗血嘛 我們現在要考慮到治國的心情 他經過這段時間裡面 其實他碰到的 因為當事者在開車 撞到一個這種現象 看到的影像 是不是永遠停留在我們的記憶當中裡面 沒錯沒錯 但他的影像會比較驚嚇一點 然後又遇到媽媽 可能拿這個希望他 演變到很多因素 所以你剛剛講摩托車還有沒有別的 還有沒有別的 後來那天我就想說 可能擦傷而已 是 我也是繼續上班了 後來回家 回到晚上我也是繼續 就是第二天晚上上班嘛 是 對 我就回去睡覺了 結果後來 還是一樣有怪事情發生 什麼 我就開始感覺好像 有女孩子的聲音啊 我是聽不清楚他要說什麼啦 不過那聲音就越來越近 一直在我耳邊在喊 娶我 我死得好慘 娶你 娶你 他要我娶她 一個女孩子的聲音 這個也就算了 我那時候睡著過後 就一直夢到她 那是那個時候死掉的那個 那個面貌 後來你夢到她的那個 整個撞車的情形就對了 我後來那時候嚇醒了 嚇醒我想要去洗八點 看我是不是 是不是那天太累了 是 那天我怎麼被壓住 結果呢 結果呢 我第一次遇到這種情形 就是被壓床 有被壓床 對 你現在已經知道說 那有可能性就是說 媽媽所說的是事實 她希望女兒能夠跟你明婚 這個你也聽到很多的 生活狀況裡面都感覺得出來 好像有這回事 那你現在作何感想 可是我不可能跟她明婚啊 我可以幫你女兒做成法事 我可以 甚至我可以超賭她 拜託你成全我跟我女朋友好不好 我跟你說 你如果不帶她 沒關係 你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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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 你問她看好嗎 我答應嗎 我可以幫你女兒做法事 我甚至可以支付你的開銷 沒有 不用 我要你照顧你 不用 我說我請你帶我女兒 帶我女兒 知道嗎 問題她是死的啊 沒有拔杯 不可能啊 拔杯沒有我們女兒 答應嗎 媽媽可以拔她的杯 但是製過你們 用你們的選擇 對… 或不聽信或不信 而不是我們在鼓勵這件事情 就是拔杯 聽誰的 對 但媽媽想拔杯 媽媽就拔杯沒關係 OK 因為媽媽拔杯的意思 不是說我的真實性 告訴你們 女兒真的在託夢 而且實際上也有這種助力 對 如果真的拔杯 有三拔 他們也可以不信 你們也可以不相信 可是實際上有沒有可能 這個也很重要 好不好 萬一還是媽媽說 叫我來問 叫他整個來問 叫他整個來問 問問是不是要拔杯 好 整個 媽媽你說怎麼辦 對啊 事故你願意嗎 事故你願意嗎 你可以選擇要跟不要 你可以選擇要跟不要 你可以不要沒關係 事故要喔 你自己決定的喔 你要 試看看 好 所以他也是經過一段時間 的這種靈異的感覺跟壓力 他其實也想解脫 好不好 或許你來試試看好不好 好 要怎麼樣 應該怎麼做 我們都沒有了解 幾樓來請 三杯 三杯為準 好媽媽你來說 要怎麼說 女兒在這裡 是 你讓她說 清清 現在洪志國要拔杯 王小姐 請你成全我跟我老婆結婚 拜託拜託你 不要再打擾我好不好 你知道我不可能娶你嗎 如果你願意 願意成全我們的話 請你贏我們三個杯 好不好 拜託 拜託 那一杯來 求求你答應我們吧 我三個杯 三個杯都抽杯 你看 是不是 三個都抽杯 都沒杯 你自己沒看到 是不是 是不是 我早點不答應 你自己說 你自己說 這個王這半杯 就要加上我們來後半四人 唉唷 你這樣看不成熟 你這女兒 女兒 你這女兒 女兒 你這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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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你結婚 我女兒說過 你如果不打擾 你自己去結婚 我女兒會睡覺 你如果出門 所以你 也不可能讓你生氣 你為什麼 你這樣騎我 好啦我看 你不要再打擾我 你幹什麼 你現在說一下 你說一下 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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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辦法 你感受到那種 被鬼欺壓的感覺 你現在說什麼 你答應明婚 那我們當初講的 我們的約定呢 問你我現在能進退兩難 什麼進退兩難 你不能踢起你的肩膀 你怎麼都那麼軟弱 我就是軟弱 我軟弱 我軟弱你還要我嗎 我們當初的約定呢 我就是軟弱啊 我愛你耶 我們到底已經決定要結婚了 問題 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去做這種選擇了啊 什麼不能選擇 你就不要答應他嘛 那什麼寡婢呢 決定什麼 我們貨約取消了 怎麼可能取消 我不會答應的 你不是說愛我嗎 我已經決定好跟他明婚了 你說清楚 我不可能答應 你決定好了啦 不要他逼我了 拜託 你跟他講清楚 不可能明婚的 你不會答應他的 你不要 你游泳 你氣一點好不好 那都是幻覺 你還年輕 你還有很多的路要走 外面還有很多的男生 可以讓你去挑 我爸媽當初一直反對 你真的都被他們捉重了 你這麼軟弱 我就是沒用 你不懂那種感覺啊 拜託你有肩膀一點 你不要那麼 你跟他講不可能 不要答應他的明婚 你不要怕 我已經決定好了 你不用再講了 我已經決定好了 你搞什麼啊 你 你決定好了 我就是決定好了 那你把我當什麼啊 什麼叫你決定好了 你來做主嗎 你決定好了 你媽會答應嗎 不可能的 好就算我媽不答應啊 可是我現在還是已經決定好我要娶她了 你做的了主嗎 我決定了的事情 不會有人會改變的 你有決定權嗎 好 你有決定權嗎 你真的要娶她嗎 來 治國 來 你剛剛忽然為什麼三個秋杯完了以後 你忽然起來了以後 你說 你本來都不想娶 為什麼忽然之間你覺得要娶她 為什麼要娶這個王岐文小姐 我現在已經沒有去選擇餘地了 為什麼呢 你忽然為什麼這麼大的一個轉變呢 為什麼 我承認我是怕鬼 你不要那麼軟弱好嗎 哪有鬼這個東西啊 現在都幾年了 我天你沒有遇到 你不知道啦 你不知道那種感覺啦 什麼叫軟弱 我女兒明明在這裡 我女兒就是不答應 不答應你們結婚 懂不懂 你不要在那邊恐嚇人家囉 你 什麼叫恐嚇 問他最清楚 剛才三個秋杯 好 所以最後因為三個秋杯 也承認說我真的很怕鬼 你們沒有被鬼壓過 你們不知道我們的苦痛在哪裡 是不是 對 所以你沒有路可以走了 他沒有決定權 好 所以誰有決定權 誰有 他媽也不會答應啊 媽媽叫做 紅媽媽 紅媽媽 妳的媽媽 那我們來歡迎紅媽媽出來一下 來 紅媽媽 他這個女兒很沒意思喔 真的不要什麼 你還說 孝心要帶你們 你們女兒還帶鬼 我跟妳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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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 紅子女兒也沒筆 我跟妳說過 我跟妳說過 我們就是要計她 她不可以做主委 她要叫我們那些 自國帶著新主牌 沒有出去 沒有在家 這樣 這不是我們能夠答應的 我跟妳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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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現代的時間 沒有在怕 現代的社會沒有在怕 對不對 不要這樣說過 錢也背了 對不對 再來這次 問妳學生最知道 這幾個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紅媽媽 妳現在帶妳說 絕對不可能 讓妳兒子治國 跟她兒子女兒結婚 對啦 所以她說 她兒子女兒在妳的後面 妳也不會怕 不會怕 世間沒什麼事情 對 紅媽媽有什麼話 對治國說有沒有 有什麼話要對妳說 真沒用 妳老婆給妳看 妳說這樣 她配事要怎樣 她對妳的感情這麼高 對不對 還等妳這麼一年 所以什麼樣子 她都放在外面 對不對 對妳的感情這樣 妳還放在哪兒 妳如果 妳不可以 我媽媽 我不會帶她的 妳看 我們現在放我兜 我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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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帶她的 你給我兜 你每天都要找我 對嗎 小禮母你回來了 對不對 回來了 馬上加那個玉佩 回家了 對不對 不然我出去的時候想要怎麼交代 好 你現在才贏了 新出版本就拿出去了 對不對 對 朋友會笑嗎 我愛孫子耶 我愛孫子耶 對不對 我拜四相幫我幫忙 你現在說話嘛 你自己說啊 治國 媽媽這樣講 你還要民婚嗎 要不要 要 還是要 我沒有辦法 你自己說話啊 所以媽媽 你這個女兒 你現在要了解女兒的心情 對 我不一定是 都是她 對 不是治國 都是她 我今天要死了 提親菜 我告訴你 你提親 不用這樣 好好地參加 我告訴你 雖然沒有不對 你女兒已經死了 我們好心耶 雖然咬過牙齒 對不對 你不需要比米粉嘛 對不對 你也可以比好心啊 我們這個配語要怎樣 她的感情那麼久了耶 對不對 是 你們這個未來 未來的媳婦就對了 是 做事 大家好好照顧 娶的時候 結婚那天 當我們女兒 她們喔 吃請來 早餐 你如果吃飯的時候 給她請 好 雞一張丁 一張丁 一張丁 各位什麼事 我哪有答應 沒答應啊 沒答應 對 看我做小孩 又是一個身材幫她做大媽 所以她這樣提議 你沒辦法答應 不可能嘛 好 你沒辦法答應 紅媽媽有沒有什麼話要說我們 來 小貝 紅媽媽跟你講 也跟你拜託 這幾年來 紅媽媽對妳很好 然後妳給我一個 妳怎麼很自私 給我一個面子嘛 對不對 妳怎麼怎麼都那麼自私啊 兩全其美妳的 誰在待我的立場想過呢 那妳愛她嘛 那愛情常好對不對 我愛她那她愛我啊 那我對妳也很好啊 妳也對我很好啊 那妳就讓我的立場想啊 妳們不要那麼自私好不好 不要再逼我了啦 不要再逼我了啦 不要再參加一下啦 不要逼我了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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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答應啦 我答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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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這樣要想啦 妳抄抄腦啦 到底是什麼意思 妳這個女兒 這是我們女兒子呢 妳這樣 叫她就要做生的 那散路呢 叫人家帶這個女兒子 來做媳婦 這怎麼不可能 不可能啦 還有妳這個孩子 本來我就不贊助 妳跟我們女兒子這項情緒 那是我們女兒子 直直說妳的好處 我再勉強來答應喔 我如果想到這項 我就要把妳打下去啦 還有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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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這個青馬 是在做什麼意思的 我本來想說 我們女兒子來 是女兒子的家門 我可以好好地行為 來過禮 煩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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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 妳想這項巡煩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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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 說還是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小姐 稍微參雄的 不用啦 我們小姐 我們稍微參雄的 我們要帶上來 你們自己才好好去開辦 早上十幾不可能霸營 不行啦 稍微參雄一下 不行啦 請嘛… 如果稍微參雄就好了 你們好… 好啦… 你們好… 小伯爺 跟你們好說的 老闆娘 給你們好一點 沒有啦 這不是說的 這是不可能霸營的 好啦 我們小姐 跟你們說一下 你不要… 你喔 稍微讓我說一下 我讓我霸營啦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媽媽 讓她說一下… 來…有什麼話要說 來…你現在她要扭掉 不要讓她小姐回去 你現在是要跟她說的 好嗎 今天跟這個程度了對不對 他們兩個還要最愛對不對 你不稍微讓我一個老人 對不對 有一個後來 對不對 讓他們兩個少年 有一個完結 有一個日本的那個…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要啦 你想我讀一個人 要來帶一個女子 你問呢 我怎麼會說不可以答應 不要啦 他就這樣想要 你不要再做 你不要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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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我很愛治國耶 不要啦 這項分數十幾的 你中來的剪刀 你就要聽媽媽說 後來你的剪刀 婚姻才會行 不像這種的 座位十幾的不… 結構的啦 不好的啦 沒關係…拜託啊 你知道你拜託我我知道 千萬拜託 大家都拜託 現在為大家都拜託你 媽媽我知道你的苦心 你的意思喔 不過這樣 我們現在回來 小芬因為不忍心 自己的女兒余沛 嫁給治國當小老婆 而讓一個不在世的人 當大老婆 所以執意 要余沛與治國解除婚約 不過在眾人 與余沛的請求下 小芬這才願意 重回錄影現場 尋求解決之道 來 余沛還有廖媽媽 還有治國跟紅媽媽 還有這個是王媽媽 來 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先問一個 當事人很重要 就是我們的治國 治國 你現在看到這種情形 一個是要明婚 你願意嗎 還有一個你現在的未婚妻 女朋友余沛 怎麼辦呢 你心裡有沒有什麼決定 你有沒有決定 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去決定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 不知道該怎麼辦 都不知道要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待會兒我們來聽聽我們的建議書 好 再還沒有聽建議書以前 大家可以說出自己心內話 好 我們的芳媽媽 芳媽媽你希望怎麼樣 來 你希望 我希望 小芝麻媽有沒有 當然說要給她帶一個米粉的母 是 然後圓圓 你希望小芝麻媽 我就答應說 給她一個帶兩個就對了 對… 算說這個米粉這個 王小姐做大的就對了 小芝麻都做歲了 你希望這樣就對了 圓圓 你媽媽 請她媽媽來 我這段不可能 將我的女兒來給人家做歲月 是 多一個人 尤其是 帶一個淫感的人來帶組合 這也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段分數 我是十分百分之百的反對 反對 十分不可能 你的反對我完全了解 來 小蕙 你呢 玉佩 對 我怎麼可能答應過小的 是 我那麼愛她 所以妳希望怎麼樣 當然是她娶我啊 我還要放棄 當然是她娶我 怎麼是要我放棄咧 不是 我說娶妳而放棄 民婚這件事情 當然啊 這是妳的需要 需求就對了 好 這也是妳來的目的 來 姐妹 來 王媽媽 妳有什麼話要說 我今天為她的要求 是 就是說希望 洪志國帶我的女兒 如果吃飯的時候 要多一雙碟 一雙碟 這樣我們就不困難嘛 好 妳要希望這樣就對了 對 女兒不能比完婚就對了 對 我就找一個王子的結婚 有一雙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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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飯的時候給我請一下 好 這時候我們先叫我們請 來 娘媽媽 來 謝謝妳 要一手來 請請坐一下 來 洪媽媽 妳要請坐一下 妳請坐一下 好 那我們三位來 三位來 那個 好 男主角站中間 好 我們先來聽聽 我們的建議書怎麼說 來 來 如中 我今天不想針對個人 我想針對這一集的主題 是 做一些想法的分享好了 太好了 我們今天看到現場的故事 有人很相信神鬼 有人一點都不相信神鬼 是 但是他們的相信跟不相信 都不能證明 事業上到底有沒有神鬼 所以這件事情曉得的是 迷信跟真實是一線之間 一念之間 是 端奈妳的心 真正相信什麼 再來 我們當然尊重民間的信仰 可是如果妳要我們相信 神鬼的世界當中 也有一套他們自己的規律跟法則的話 那我們要推薦一下王媽媽 人的世界當中 也有人世間的法律跟條文 是 妳不能漫無目的 或者是 只為了達成自己的目的 不停地去騷擾別人 抬官啊 丟紙錢啊 最後會變成犯法的 是 那 交通事故這件事情 我想 我們還是希望 大事化小事 小事化無事 可是萬一真的沒有辦法和解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走向法院 走向法庭 免得日後會有這麼這麼多的爭議 是 祝福現場的各位朋友 好 這建議書的部分裡面 我想那個 就是說 這車禍的部分裡面 他們私下已經可以解決了 唯獨不能解決就是 冥婚這條事情 好 這個是給我們的建議書 媽媽 我不知道妳聽得下去嗎 還有治國現在想什麼 還有余佩 好 這個時候我們來做一個最後的抉擇 剛剛治國也講的 她現在心情好亂 可是妳聽到我們建議書 還有看到余佩的一個 跟媽媽之間的 廖媽媽的肯定的一件事情 還有 就是我們這個王小姐王媽媽 這一邊部分 妳到底要如何做決定 我覺得妳是最重要的人物 好不好 妳心裡一定要拿出 男人的氣概裡面 告訴妳自己 告訴全部的人 妳到底要如何的抉擇 我們這樣由妳來做抉擇 到底妳選擇余佩這一邊 還是要選擇就是王媽媽媽所說的 就是娶她的女兒當老婆 好不好 好 可以做抉擇 好 如果能夠做抉擇的話 我們就來倒數 來 我們要進行最後的抉擇 倒數十秒鐘來 好 時間到來製薄來請抉擇 好 時間到來製薄來請抉擇 好 時間到來製薄來請抉擇 治國將會做出什麼樣的抉擇呢 妳有怨恨講不明白嗎 妳有誤會說不清楚嗎 不管是同學 情侶夫妻婆媳 還是老闆員工 任何存有衝突的雙方 都可以來此攤牌 吵不痛快 看是要再續全員 言歸於好還是分道揚標說聲拜拜 報名專線請播 另外一次性理由三八八八 分數理督 好 時間到來製薄來請抉擇 小沛 拜託妳就答應了吧 況且她也不影響我們的生活啊 只不過生活上多了一碗飯 一個神煮排 還有金子 甚至她搞不好保養我們的家庭啊 拜託妳就答應吧 我求妳答應啊 拜託妳答應 今天妳不答應我就不起來 其實我也覺得那個女的 王小姐她也很可憐啊 那麼年輕死掉 我們就當作做善事嘛 現在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啊 現在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啊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啊 拜託妳就決定吧 拜託妳就決定吧 拜託妳就答應吧 妳就答應吧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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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我們 拜託呀 拜託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样做心安的话 就去做 对 心安最重要 把安心摆在前面的话 如果觉得都心安的话 就去做吧 好 Yumi 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呢 我觉得因为另外一个空间 不是我们能了解的 所以就是不要 就是受到外界的影响 要有自己的主见 才不会造成一生的遗憾 是 好 不要造成一生遗憾 好 秦伟呢 讲到一生遗憾 就是一场车祸 可能让一个家庭痛苦 可是用冥婚 让毕业人家娶死人 也可能三个家庭 都失去了幸福 其实我个人是相信神鬼 那我也赞成用冥婚 让抚慰未亡人的心灵 但是我不太赞成用冥婚 来掐着别人的脖子说 你一定要娶我 你一定要嫁给我 成为一个警户咒 在这边希望亡者已亿 来者可追 我们在乎逝者的心情 也请你尊重 活在你身边 爱你的心情 好 所以我们当遇到 世间这种无常出现的时候 大家内心的痛苦跟煎熬 肯定会出现 那如果来面对这个现实 面对这个问题 那最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讲 真的是要用安心做前提 谢谢您收看我们分手 雷台 谢谢张佛陪审团 谢谢 谢谢 谢谢